早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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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大家好 各位觀眾 馬尾 各位馬尾 今天是1 我今天想講講大陸的問題 因為大陸現在失語 大家都清楚很厲害了 說年輕人20 年紀大可能更厲害 早知大問題 那些數字很難證明 但是太大問題了 大家都知道了 現在最近 你好像小楷你說 中國的電動車好像很棒的 但是淘汰不得了 有400家公司 終於要淘汰10家公司 它都要經過這個所謂競爭的勢力 市場競爭的勢力 因為淘汰當中有多少人失業 又是不得了的 現在連手機都不點了 不知道為什麼呢 這個手機變成了別人那個舊的手機 都可以用得下 以前年年都換手機的 這個所謂的時興已經過了 現在差不多 現在這三間手機廠都出了事 都是一間小米 是不是? 小米、OPPO 還有一間什麼? 三間都不點了 華為就走了 所以那幫工人又是麻煩的事 又是沒有工作 尤其是大學畢業的那些 就很難找到東西 他們說上海那邊差不多一半都沒有 找到東西做一半都沒有 上海現在那些畢業生 好像說百分之二十 實際上是不止的 因為很多人不報 美國一樣的 就是全世界現在這個問題 就跟著人工智能來 還有一段時間失業 年輕的那些 是啊 你那些東西出來根本 是啊 我猜將來做秘書 現在還是輕忍住秘書 因為秘書便宜了 整整一下就不寫了 我都幾多年了 我差不多三十年沒有用秘書了 美國華盛頓請秘書沒有七八萬元 你哪有請到啊? 是啊 是的 你一年十萬元支出 就是那些秘書 以前就說 《廿文廿報》有個秘書 那些秘書我已經很早就不用了 就是你們自己就搞定了 不要用了 因為用了還給我添很多麻煩的 我差不多二十多 三十年沒用了 因為那時候 你如果真的用的話 我那時候到三班 你看到我這樣一種旅行法 真的要三班 不是開玩笑的 有些人你要睡覺 睡覺 我隨時打 我都自己不知道明天在哪裡 我一個電話就要趕過去了 當然我要找一個人 不是在睡覺的 就是醒的人 所以沒辦法 變成了它之間的矛盾 秘書之間的矛盾 接著你做得來 我不如自己做了 是啊 我也是無意思了 所以我和你差不多 我的思維差不多 所以我們都自己趕快自己做了 所以我今天都自己做了 我完全不用了 用了反而真的 大家又不開心 你知道這一下 它當然是很難的 因為你急起來 尤其是你自己 我自己都是 全世界都不知道 我都不知道是不是清不清 我叫人做事 有時叫得不好 又怪了人家 現在這樣有幾波 講近講遠 幾波近期的事件 近期的失業 是 就造成了失業 其實這個大家不肯說的 是 疫情 疫情 大家回家工作 原來這老闆說 這麼多人都沒用的 本來 你如果在辦公室 你吵我 我吵你 你叫個膠 我弄了什麼 就在大腸聊一下 全部有用的 回家 回來沒用了 馬斯坎就回去 推特炒半億七十多個人了 沒事 一樣運作得好地地 美國也是這樣 一樣是這樣的 現在 我這樣說了 先說回美國之音給別人說 現在美國之音的人 一個星期上一天班 一個星期上一天班 就去 跟著一些事情回來做 現在呢 以前的翻譯 什麼都看著它做 現在回家 我搜查GPT 疫情 誰知道 一個星期上 一個人可以 你可以打五份工 都不止 你看一下我的Patreon 你用得順的話 一個人打幾份 他真的不知道 他真的不知道 如果我這樣下去 我順受一個人打十份工 做文職 沒人知道 我一陣子就做完了 所以這個將來真是大問題 這個問題是封殺到不得了 所以這個就是疫情 加上這個 那時候我在美國之音都知道 有人偷懶拿Google來做翻譯 但是Google的翻譯很差的嘛 如果一對就對出來 現在查GPT不是這回事 兩回事來的 是 不過說過他還要翻譯另外的疫苑 你叫我三百多頁Rubio的報告 是 很大的工程 不好意思 我不知道 我以為是按一按制 不是按一按制的 它是查GPT 就是每一段 你譯三段話 它就可以了 它譯不了那麼長 你要一段一段copy page上去的 有一段一段抄的 所以我弄一篇 我今天弄一篇很好的文章上去 大家如果看 我有英文連接 我應該開放給public 就是Victor Davies Handsome的一個 就是Stanford 是不是Mark LaVin跟他聊天那段 是那個 那個 它寫了一篇 我覺得寫得很好 就叫 我現在立即把它解到public 它不是打給不到 只是patreon的訂戶 看到它現在立即 你又拿它回去做中文嗎 我回去做中文 寫得很好 就是它有一個 蜜好到點 什麼意思是到點呢 就是它的文章叫做 《我們時代的荒謬之處》 是 是 是 怎樣都幾個很荒謬的東西出來 我現在立即解了它 大家可以上去看到 不用訂閱的 不用日子的工人 不是要求別人訂閱的 那我昨天還有一篇 我覺得 就是怎樣說 最高法院大法官 Neil Gorsuch Gorsuch寫了它 就是在那個 Title 42的判決 他就專門寫了一篇 就說 我現在讀兩句都可以 可以中英文對照放出來的 他說從2020年以來 美國歷史人出現最大侵犯公民權利自由的事情 這就警告了 美國現在如果不制止 真的要向專制制度走的 那我就 這個不是checkGP的譯的 這個checkGP的譯不了 因為它的文字很漂亮很複雜 是 是 是 真的是人寫出來的 是 所以我是人譯出去的 是啊 如果真的是人性寫出來的東西 用那個東西 就是變成downgrade了它 我真是建議大家去看一下 他寫的那些 確實我覺得這個是美國法院歷史性的文件來的 小霞 你就是先走了 checkGPT先走了 所以你對它有個認識 那現在外面Elon Musk也是 說這件事情可能很大害處 又要管理又要整 又要政府拆手又要有政策 這個問題我和我的觀眾 我們觀眾就不太了解 想你解釋一下這件事情 那個危機在哪裡 我上邊的危機就是我們今天講的就業了 那就業沒得講的 淘汰就淘汰了這個世界 律師行全部的年輕律師沒有用了 paralegal肯定沒有用 我明白 但是有沒有做這個效率問題 就是等於當天發明了電腦PC 實際就已經淘汰了很多 這個和PC不是很大的分別 就是那個進步 是的 那我想問他們好像不知道 怕他們做了什麼邪惡的事情 我覺得他們有這樣的感覺 我上邊有一篇文章 專門又是翻譯了出來的 他說為什麼那些 那些互聯網公司 炸家衣就說這個AI幾幾幾幾歲 其實他們自己想自己股票升 這個看法 我自己覺得這個 這個給了我們很多自由 是呀 發揮你那個所有事情 你只是說翻譯 已經是一件大件事 現在變成最重要的那一級 以前我們做媒體 都知道一級一級過來的 以前最重要的那一級 是比如寫那些要怎麼做 現在其實我這樣做過去 就變成最重要的一級 我每天100篇文章 你選三篇好的給人看 那你眼光你要知道 你根據你自己要選那種做法 其實這個互聯網一早開始 就已經是他們做那張簡文章的網頁 就已經做了這個 但是呢 就是每個人 我們現在覺得就 你原來整 比如要選文章都要整個團隊的嘛 幾十個人 十幾個人一起做 現在我一個人做完 我最喜歡一個人做完 所以你覺得沒有什麼大件事 沒有什麼需要regulate 政府不需要管制這件事 我覺得政府管制都管不了 你管制就有欠責問題 而且最關鍵的問題 美國要管制中國不管的時候 你怎麼會呢 你平常讓給別人 中國管制的時候 現在check GPT有些問題 我譯了左派的事情 沒有提醒的 這個呢就是我沒有查證事實 這個我不關什麼什麼事 總之你要查證事實 我只是翻譯而已 但是他就真的很左傾 這個肯定是 就是qualify 右派的那些說法 是啊 但是你永遠都可以按住他的 我是主導的 他是slaves 他是機器奴隸 他雖然也不喜歡 你不喜歡你可以控制到他的 所以你覺得這個奴隸 將來不會有什麼事傷害人類 怎麼說呢 我覺得越控制就越會 你國家 你現在我 最典型的國家控制這種事就是中國 我們任何我和美國這些別的人都這麼說 要看國家的立法怎麼走營 怎麼控制 看中國就對了 中國現在最好 互聯網他人工控制 你那邊做不准說 不准說 那些人全部就用錯別字 吃了漢語被他改了 那你這次說 叫習近平 叫得習近平叫包子 包子兩個字都按 大家不吃包 吃什麼 吃有肉饅頭 那就是整個語言 都跟你改完 但是你實際上沒有什麼後果 你越禁就越出各種的問題 所以我覺得 你說對人類有沒有什麼傷害呢 他改變人類是永遠的 這些東西永遠 技術是永遠改變人類 好像 我最好笑的說回港股 1825年英國就發明火車 是 鐵軌當時走 十幾二十米 一個小時 那些人 真是為了火車的規矩 他說當時的馬車 一天才走 六十米 那當時的理論 是 如果一天的速度 就是一個小時 不是一個小時 如果是速度超過六十米 我們開車現在六十米 人就會死 為什麼呢 你的內臟跟不上你的速度 那麼 沒有人走得那麼快 沒有人知道是騎馬 騎馬 你真的內臟癲得很快 癲得很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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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騎馬 一個小時三四十米 你都會這樣 六十米 人就會死 再快些人就會死 那麼 誰知道 那時候 是不是政府要立法 不准它超過六十米 結果人坐火車之後 發覺沒有這回事 你怎麼知道 有沒有這回事 你不知道 你是不知道的 你沒有犯法知道的 你除了有了之後 你才知道 原來我坐上那些內臟筋 跟人一起走 又不像馬車那樣 癲得你傻 真是 那些路 血鬼很平穩的 那才知道 可以超過六十米 一二十米 所以 你現在 暫時到現在 將來不知道 到現在 你覺得 這個 這個 人工智能 就沒有什麼 會傷害到 暫時不會有什麼 傷害到我們 有肯定 肯定有的 火車說 你出一輛火車 這麼快撞死人 那些 撞死不了火車 馬車都撞死人 那時候 居住人的老公 居住你 就被馬車撞死了 就不像這麼多 你出來的時候 那你有些規矩 有些什麼 那些規則總是有的 所以這種事情 就是人類在發明中間 一路探索 探索過程 我個人很喜歡 新技術 你剛才說手槍有得說 不是說不完 你的手槍 是不是 又可以保護自己 又可以殺人 那怎麼說 說不清 是啊 挺有意思的 不過目前來說 我就很開心 因為我 我經常都覺得 有個遺憾 就不能夠把很多 英文世界很好的文章 介紹給中文世界 那我現在開始可以做了 一天你可以多幾篇文章 很厲害的 是啊 是啊 以前你找人翻譯 有時候幾天回來 又不滿意 是不是 你現在一天不停幾張 這些是賺回來的 不是 那我都要 我都要教對的 不是 有時候經常都會出錯的 經常都會出錯的 有時候有些錯了 要漏了網都有的 但是 我看一下這個 這個所謂語言的什麼 這個打破了語言的格層 那個barrier 還有厲害的 我現在要感謝這位觀眾 這位我們的觀眾 他就說 YouTube 怎樣去打字幕 怎樣打成 就是把它翻譯成中文字幕 很有用啊 但是有一個問題 我回到YouTube 就發現 我們的廣東話 它的字幕功能夠好 如果大家 大家有什麼更好的 好像我們這個 是通過這個 你看 通過這個 什麼 Stream Yard上去的 他把那個字幕功能 字幕功能關掉 我現在回去找一下 它有些新功能 先 怎麼下來 總之 我們想把這個 字幕又弄上去 可以譯成英文 什麼事情 真的很過癮 我玩了幾天的 各位聽眾 對不起 你教了我之後 我浪費了很多時間 把事情回答了 另外 現在做這部影片 我本來說 我本來說 每月份要上去 結果 挺有意思 我裏頭 我這部 Sisyphus 這部 蘇聯東的影片 很多人是講其他文字 捷克文 波蘭文 那些有翻譯的 是 我這部多好手 把那一段 拿出來 拿那個 Microsoft 那個 處理字幕 那個文字一打 死了 我的翻譯錯了這麼多 哈哈哈哈 它不是錯的 翻譯 前言不答 後語 我剪那段下來 是 是 我不行 我重新再全部 全部轉 就拿機器轉 我就不用人做了 是 是 我翻譯成這樣 我真的 有一個字 翻譯到全部亂了 是 哪一個英文又不夠好 我現在真是好 那我就將它全部一段段剪下來 之後 用那些文字 再用一次 有得改 真的 你搞多幾個星期 其實你搞多幾個月 就很精通 是吧 應該 那些文字應該好 是啊 而且下一部片 我原來就打了計劃 比如要三萬元找人做這個 那樣 那些 那些 只是處理那些 就是那些大量的採訪 啊 有時間搞得 頭都大 現在沒有好事 現在全部機器人跟我處理 我再等多幾個月 多幾個月 他現在我看著那個機器 在改進 在改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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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我以後就剪接片的人 就寫手就做到了 我寫明多少分 多少秒 多少成 寫在那裡 哪一段話 機器跟你剪起來 你都不用休 就是到這樣的地步 現在還未成熟 現在不行 現在剪前後 還跟我搞錯了幾多的 那我打算等兩個月 什麼都好 嗯 很厲害 所以呢 你差不多整個製作片的錢 省回這樣 最少省回30 如果不是省 時間呢 啊 時間省到多少 多了 不用求人的時候 哈哈 哈哈 嗯 這個對你來說很恐怖 真的很恐怖 這個肯定是偉大 你做這類的事 剛剛又要開正你那一半 是不是? 你又寫又要作 又要這樣 全部開正你那一半 是啊 是可以作曲 又可以 所以我要找兩個月時間 一邊寫 一邊寫個香港的劇本 一邊就看著那些新技術 一樣一樣對著來用 所以說回說青年失業率 我是無法製造失業率 這個是大件事 你沒有創作 你變成就失業了 你創作那些就 那些就益了他們 是吧 就好像你現在 你就拿它來用 那就幫了你 但是那些沒有創作 那些日日跟班的人 就慘了 好 好 好